这是海王星 太阳系最边缘的一颗行星 距离我们超过40亿公里 迄今为止 到访过它的人造物体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枚 旅行者2号探测器了 实际上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旅行者2号 在1989年8月靠近海王星时 拍到的真实画面 想想还是挺让人震撼的 因为对任何从地球上扔出去的物体而言 想要到达这里都是极不容易的 首先第一是速度 在太阳系里面 太阳就是一个巨大的坑 谁想要从这个坑里面跳出去 都得要跟太阳好好的掰扯掰扯 尤其是当你离这个坑的中心 还特别近的时候 众所周知 地球在太阳系当中排行老三 我说的当然是距离上的 除了水星惊星以外 就是地球挨太阳最近了 于是想要从这里发射一枚探测器 逃离太阳引力的魔掌 去往太阳系的外围 甚至跟太阳系说拜拜 那简直没有任何的可能 因为哪怕我们使用最强大的火箭 他们也只能为探测器提供 大约每秒10公里的速度 而计算显示 从地球出发想要逃离太阳系 速度必须要超过42公里每秒才行 哎呀 这也差得太远了吧 算了 没啥指望了 咱这辈子就老老实实的 待在太阳旁边得了 但天文学家会这么规矩吗 不啊 他们就琢磨出来了一个办法 出门旅行怎么能指靠我们自己呢 必须得拉上朋友帮忙才行 而且他们都还是大朋友 行星 是的 两个方面 第一 由于地球本身照着太阳的飞行速度 就有大约30公里每秒了 于是只要咱们顺着地球的运行方向 把探测器给甩出去 它在获得速度加成之后 就至少有了40公里每秒的速度了 你看 是不是一下子就离那个42公里每秒的预知 不差什么了呢 好 第二 剩下的速度去问别的行星要呗 这就是所谓的引力弹弓了 咱们这儿呢就不再展开了 如果你想让我详细的讲一讲 就在此刻的弹幕上扣个1吧 简单理解就是啊 在我选择以合适的角度 切入某颗大质量星体的附近之后呢 便可以利用它的引力对我的拖转 实现加速抛射的目的 现在很多的深空旅行都会利用到引力弹弓 但是对于旅行者2号 当然还有1号来说呢 他们要用的引力弹弓 又特殊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了 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 科学家们做梦都想要到太阳系的外回去看一看时 他们突然就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 经过一番缜密的计算之后呢 他们发现一场175年一遇的天文器官即将发生 届时啊 地球 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将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排列状态 从而能够允许一枚探测器 在一次任务当中 分别借助他们的引力 将他们全部访问一遍的同时 还获得了离开太阳系的船票 这便是旅行者一二号的任务了 不过算出轨道是一回事 要把这个轨道放到太空当中 还要让两枚探测器准确无误的沿着这条轨道前进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拿第一个弹弓木星来说啊 旅行者号想要从它那里获得动力 并且还不偏离自己未来的方向的话 它必须要在准确的时间点 准确的距离上 穿过这个窗口才行 这个窗口有多大呢 直径大约150公里 相比起木星可能连睁眼都算不上吧 而且旅行者的穿越速度 还是惊人的每秒10公里 所以任务的成功执行 必要的两个条件就是 超级准确的速度精度和位置精度 那么旅行者是如何做到的呢 主要靠这几个系统 天线 太阳传感器 恒星跟踪器 微型推进器和陀螺仪 第一步 旅行者在旅行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之内 都必须要将它的天线对准地球才行 这样它才能够跟地球保持通信 于是位于天线罩上方的太阳传感器 就会不断地控制这几个条子推进器 来让自己始终将太阳框在圆星当中 等于是锁定了旅行者探视器的 X轴与Y轴方向 那Z轴呢 要是你不锁的话 旅行者还是可以这样滚动 好 这是恒星跟踪器要干的事了 它正好跟太阳传感器呈90度角 通过将空中指定的明亮恒星 框在圆星 实现了对Z轴的锁定 当然也要借助条子推进器的喷射了 于是乎呢 旅行者的天线就能够始终对着地球补偏航了 可是它还有任务在身啊 比方说在路过木星 路过土星 路过土一溜的时候 还必须要转过身去给他们拍照才行啊 这一转身不就迷失方向了吗 怎么可以呢 所以才要叫上陀罗仪的帮忙嘛 它可以精确地记录旅行者 在三个轴向上所转过的角度 并通过计算来继续保持航向 那又是怎么计算的呢 通过不停地跟地面交换信号实现的 由于光速不变啊 所以通过信号收发之间的时间间隔 就能够计算出旅行者号相对于地球的距离 再通过两次信号测距之间的距离差和时间差呢 就能够得到旅行者号的实时速度数据了 然后不断地测量这些数据啊 就能够将旅行者号在太空当中 走过的路径给绘制出来了 拿这个路径去对比标准路径 如果有偏差就及时打开 推进器调整不就好了吗 然后啊 如果速度有偏差呢 也能调的啊 因为在旅行者的背面呢 还有几个调速的推进器 速度不够 正着推 速度过了 倒过来推 就能够始终把旅行者控制在正确的道路上 事实上正是这套系统的出色配合 当旅行者二号路过木星 问对方要谈理时 他跟设计之间呢 只有1.4秒的时间偏差和60公里的距离偏差 相当的不可思议啊